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A1的一个首选项的一个配置 点击编辑 在这边有一个首选项 好 我们点击进来 那我们在学A1之前啊 为什么要先对它的一个首选项进行讲解 这个首选项实际上就是A1的一个配置中心 那就正如我们玩一些大型的游戏一样 首先我们必须要调整好它的一个分辨率 设置好显卡的设置 鼠标灵敏度之类的一系列参数 那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才会得到更好的游戏体验 那我们学习A1也是一样的 必须要先对它进行设置好 那么在之后的操作才会更加的省心 好 那我们在这个首选项里面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个选项 那每个选项它的右边都有很多的这些参数 那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些必要调整的参数 然后再给大家从这边依次过一下 好 首先我们切换到这个常规选项里面 在这个常规选项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就是这个允许脚本写入文件和访问网络 我们必须要把它打开 因为我们在安装第三方插件还有脚本的时候 它有一些插件和脚本 必须要开启这个选项之后才会正确的运行 好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这个预览选项 然后预览选项里面有个GPU信息 点击打开之后 如果你的显卡是支持CUDA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CPU改成这个GPU 好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这个媒体和磁盘款存 开启它的一个磁盘款存 那开启之后我们预览的这些效果就会得到一个加速 好 在下面可以设置这个磁盘款存的一个大小 然后还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存放路径 在这边这个存放路径一般是设置到锡盘里面 这样会得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性能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媒体的款存 那这个媒体款存的一个存放路径就没有必要放到锡盘了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到其他的硬盘上面 好 然后我们切换到这个自动保存里面 一定要开启它的一个自动保存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情况 那例如是系统崩溃或者是断电 那这样子我们做的工程就等于白做了 所以我们要开启它的一个保存 然后这边可以设置它的一个自动保存的一个时间间隔 然后还可以设置我们自动保存的文件是存放到哪里 默认是存放到我们一开始新建这个项目的一个工程的旁边 也可以自定义存放它的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切换到这个类存选项里面 在这个类存选项里面我们仅仅可以调整这个参数 在上面可以看到当前我这个系统是24G的一个类存 那么我们唯一可以调整的这个参数就是我们为其他的程序预留多少G的一个类存 那剩下的这个类存都是全部分配给Adobe的这些元件 好那么接下来是这个音频硬件 那很多时候我们导入一些素材到AE里面 然后发现里面是听不到声音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音频硬件里面没有设置对 在这边一定要设置好我们的这个声卡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依次过一下这边的一个选项 那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常规选项 在这边可以调整它的一个路径点 还有手柄的一个大小 还可以显示工具的一个提示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鼠标停靠在这些工具栏里面 它会有一个中文的一个提示 我们当前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好接着可以在合成开始的时候创建图程 开关影响嵌套的一个合成 然后还有最下面在渲染完成的时候播放声音 当项目包含表现错误的时候显示警告 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设置 我们没有必要懂它 那么在这个预览设置里面 可以调整致识音分辨率的一个限制 它默认是1% 那我们来导入一段视频素材 好在这边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致识音分辨率 这个致识音分辨率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拖动这个时间线滑快的时候 它为了让我们这个播放加速 它会自动压缩它的一个视频质量 好当我们拖动的时候 我们注意这个人物的脸部 它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颗粒感的 所以它就是说经过一个压缩之后 就不会影响我们这样一个拖动 那如果你想拖动这个时间线滑快速度更快一些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致识音的质量改得更低一些 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视频压缩更加严重一点 好接下来这个显示选项 可以设置关键帧的一个显示方式 它默认是只显示15秒以内的一个关键帧的路径 好我们来重新新建一个合成 好我们新建一个矩形 然后把它的一个中心点 把这个矩形的一个中心点 挪到它中间 好这时候我们对它做一系列的关键帧动画 然后在13秒的时候 让它移动到这边 好然后我们在中间处 给它补一些关键帧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举行上下跳跃的一个动作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抽键项里面设置 在显示里面它默认啊 是仅仅显示15秒以内的一个关键帧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关键帧 时间延长到20秒 可以看到在视图里面 它超过15秒的一个关键帧路径啊 它就会自动的不显示了 那我们还可以设置它不显示这个运动路径 当我们选中这一项之后 我们的这个关键帧的运动路径啊 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好可以看到它就不显示出来 那也可以设置啊 显示这个路径不超过五个关键帧点 当我们选中之后啊 我们现在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关键帧 选中之后 就会只显示五个关键帧的一个手柄 好在这里我们改回默认的一个设置就可以了 把它改回默认的只显示15秒以内的一个关键帧 好 点击确定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导入选项里面 我们可以设置静止素材的一个长度 它默认是跟合成的长度是一样的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能导入一张静止的素材 那如果我们把它拖到合成里面啊 它默认是跟这个合成的时间是一样 也就是说让它显示20秒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我们不想它显示这么长的时间啊 我们可以在这边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可以让它这个JPG的一个图片 设置是显示1秒或者是5秒都可以 然后下面是一个序列素材 也就是说我们导进来的是一个序列 那它默认会以30帧每秒来显示我们这个序列 好 在输出选项里面 我们可以对一些序列包括视频进行一个拆分 那假设我们需要输出一个序列 它超过700个文件的时候 我想它进行一个拆分 那么就可以勾选这个选项 或者我们输出一个视频 它超过1G容量之后 可以把它拆分成多个视频 好 下面是网格的参考线 那么在这边先把一些网格打开 好 打开它的网格 然后我们拖一个参考线出来 好 在这边我们可以设置这个网格的一个颜色 还有网格的一个水平和垂直的分布的一个数量 包括这个参考线的一个颜色都可以在这里设置 那么接下来是标签选项 标签选项里面可以设置这里面的每个图层 左边的这个颜色标签的一个颜色 还有它的一个命名 媒体和磁板缓存 之前已经说过了 然后视频预览 那当前如果我们有多个显示器的 我们需要在多个显示器里面显示after effect 那么我们可以启用这个mercury transmit 然后开启对应的一个显示器 那就可以多屏显示了 然后在外观里面我们可以调整 这个AE里面整体的一个界面 包括让它显示更亮一些 然后还有它里面的一些图标的一个显示 可以对它这个图标里面的一个文字 包括它一个外边框 进行一个亮度的一个调整 好 这边是调整它的一个外边框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视力 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调整的一个效果 好 新建项目 那假设我们现在是重复 我们要经常做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例如是我们现在处理 几百集的一个连续剧的一个剪辑 那每一集我们都要有加上一个固定的片头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模板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启动一个项目的时候 让它都自动加载一个片头进来 那我们就不用重复性的 每次都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了 那么接下来是自动保存 内存 音频硬件选项 那这些在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然后还有音频输出映射 让我们的声音输出到那个声道里面 还有一个同步设置 那当我们登录了Adobe的一个账号之后 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一个参数的更改 都可以同步上去 那之后我们只需要登录我们的Adobe账号 就可以直接获取我们之前已经更改好的一个设置 非常方便 那么关于AE的一个首选项设置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